我是魏宏仁 我是未来会红的人 我不要 你知道你为什么演不到好的角色吗 没有女人缘 女人缘就等于观众缘 阿肯饰演鲁舌男 片中遇上女主角季陪慧 展开了爱情故事 我是新来的副导 我叫慧欣 你是女生写爱情故事刚好 我是女生不代表我会写爱情故事 这部爱情喜剧片 是阿肯首部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 除了是自身经验 也是因为身在演艺圈 对周遭好友的观察 我觉得就是酒病成良的地方 就是因为自己以前常常会打枪 这是真的吗 然后也想要找一个适合的女朋友 我有很多帅哥偶像的 演艺圈的朋友 我没有办法讲出他们是谁 就是签保密协议的 但是他们反而是在 他们的恋爱的这个世界里面 其实过得很不顺遂的 他们也面临很多挑战 甚至是说我找不到一个 真的喜欢我的人 或是我喜欢的人 我就是不敢去追 也有这样的 这些人都是帅的 大家都认识喔 都很帅喔 然后又很有才华 但我想这是怎么一回事 有些人这个其貌不扬 但是他却可以展现他自己的活力 对左右逢源 哎呦你今天 它很一样耶 有啊 我法是比较毛躁一点 特别制作短片 凸显男女相处之间 为NG被打枪的片段 阿肯从生活周遭 吸取灵感 编成故事 搬上大荧幕 但植导演筒并不容易 如果电影拍出来卖座的话 是不是也会赚钱 你是我经纪的 你应该要对我有信心才对 去年台湾上映50部电影 有几步是赚钱的 大尾如漫二 楼下的房客 还有没有第三部 有没有第三部嘛 你自己看嘛 不是我对你没信心 是台湾没有电影市场嘛 短片写实呈现在台湾 想拍电影会遇到的情况 阿肯不仅说服经纪人 更在短片中 将身份转运验的好奇 直接点出来 你一个终于节目主持人 每天在电视节目上面搞笑 然后你现在要去申请 文化部的电影辅导金 大哥 然后你是不是还要自己导 一个导演要申请辅导金 你总要有作品嘛 你什么都没有 那我就自己先拍一个短片 于是这支短片成了启动电影的关键 影片中提到阿肯过去在综艺主持 亮眼表现 为电影筹备五年几乎站出综艺称 让人好奇 难道是想撕掉综艺卡的标签 完全没有 我一辈子都会是一个综艺卡 综艺就是你好笑或不好笑 你表演者假如不好笑 是没有办法过关的 所以他对我来讲 他是非常非常 厉害跟值得尊敬的 其实就是喜欢表演而已 我到现在人家也是有问我说 你是不是不想要主持人什么 我超喜欢主持人 我也超喜欢演短剧的 搞笑什么怎样 然后 各式各样的表演 我都是还是非常喜欢的 只是说 当然未来如果 假如你说真的要规划的话 我比较去尝试 因为这次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也就是因为说 你是不是不要怎么样怎么样 和要怎么样怎么样 但我的想法只是说 我还没有尝试过 所以我想去试试看 所以 接下来如果有机会的话 当然有不同类型的电影的话 你说要倒要演 我都是非常非常有兴趣的 Hello I'm Harry Potter 我是最有正义感的 Holly Potter 我跟上台湾 我跟上台湾 要带我吃豆花 不是 文姿 你要带我吃豆花 不是 会说到综艺卡 是因为阿坚 在模仿秀中 模仿过无数人物 这里也是他打开知名度的地方 更是让阿坚迅速累积 演绎能量摇篮 这些表演者 郭哥 台哥 孔哥等等的这些大哥们 他们的经验 然后以及他们面对 危机处理的那个态度 跟精神跟能力 那时候我一开始接触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们是 你知道啊 我觉得我好像跟一对巨人在一起 在一起工作 因为他们太庞大 他们太厉害了 但跟他们在一起这么久之后 我发现了就是说 他们有一定的 面对一定的事情 他们有一定处理 处理这一件危机的SOP 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就是我慢慢慢慢也在他们身上学习 如果我没有办法 跟上他们的话 我今天可能也没有办法拍这个电影 因为自导自演这件事情 跟我们以前所排的这些短剧啊 其实有很大的关联 但他们尽量不要抽我的钱 反而要来戏愿支持给我钱 谢谢 因为我是把你们的精神发扬光大 因为节目也跟纳豆成为搭档 演艺圈还流传北天豆男浩翔 让两人组合风靡一时 我觉得称号是北天豆男浩翔 你有听过吗 我有听过吗 这是一个记者 这个帮我们排的 但一开始只有他在讲 其他也没人在讲 但后来他讲的讲的 大家都在讲 就怕大家跳不出天豆筐筐 期待未来再集合另创火花 阿Ken化足主持演戏 还跟雪糕小麦组成唱跳团体 在国外念戏剧系毕业科班出身 阿Ken证明自己可做性强 如今长进 当起导演金军大荫幕 好友周杰伦Ella都现身客串 念IMG可能是个起点 因为我今天拍完这个电影 其实对我来讲 我是有一定的觉得说 好 我至少我把它做完了 这一点来讲我是开心的 然后希望未来可以做更多 我会想要跟更温柔 更漂亮的女生约会吗 我没有别人 我只想跟你约会 阿Ken的爱情喜剧不只约梦 也是像电影改变她的事业一样 要用她的作品 为观众带来启发改变 你看的时候不是舞蹈 不转高潮跌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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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